好 这个四月份呢 强震是重壮花莲 铁公路更是频繁遭落石泥流情形 成为一大安全的隐忧 那么吉安乡一间饭团店老板就在网路上感慨的发文 返乡创业第四个年头就碰上最惨的一次暑假了 开张营业一个钟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生意萧条的不只是饭团店的老板 虽然今年暑假是特别的热 但是以往人潮满满的花莲街道上 现在却是冷冷清清 知名店家今年的业绩更是直接腰斩 包子铺前一个人都没有 看不见以往暑假人潮 花莲闹区知名店家今年业绩直接腰斩 比例跟油好 那现在因为说又贪方了 然后路断掉嘛 现在又差个五六成 油磕大概剩两三成吧 对 感受很蛮深的 有啦 就是 其实花莲很多开店的朋友 就是真的 就是这两个月就是在苦撑 餐厅只剩两三桌客人 以往暑假要排队才能吃得到 现在每天空荡荡 花莲吉安有家饭团店老板 开店等了一个小时都没客人 在网络上感慨发文 返乡创业第四个暑假 没遇过这么惨的暑假 没想到地震影响这么大 尽管生意惨兮兮 但饭团店老板还是提醒大家 暂时不要走梳花 大家的祝福都收到了 都空的 没有人 第一天啊 对啊 今年暑假真的是 很差啊 因为这个地震 然后一直下雨 路不通 真的是影响很大 我们从地震完到现在 营业额掉了三四成了吧 花莲市暑假向来最热闹的街道 今年却一片冷冷清清 连续强振重创梳花公路 也直接挡下了暑假期间 打算造访花莲的观光人潮 记得徐立行 花莲报道